新年,我最喜歡就是拆麗絲和拆糖吃 因為很多時候 你會收到一封大麗絲也不頂 另外,拿到這麼多糖回來 好像很多都沒試過 所以會有很多意外驚喜 今集節目中 有很多東西都一樣令我意想不到 例如我們會做一道傳統的法國菜 但想不到在新年做,又很應節 而我在廚房裡 竟然很快步步高升 還有一套漂亮的制服穿著 最後,我們會嘗試家庭觀眾 做的神秘一口珠 想知道甚麼這麼神秘? 那就要看今集的家家有主神 今天我們要煮的菜式就是香橙甜酸汁 柔豐五花腩,酸酸甜甜,很開胃 平時來說,這個菜式是法國人最有名的 是一位最優秘的法國人最有名的菜式 是 法文Corn Fit的意思就是保留 基本上你就是把肉浸在油裡煮 真的完完全全地把肉浸在油上 用高溫煮的時候 其實油可以保留肉的肉汁 令它更加軟和滑 不過聽到你這裡 你心裡可能也有一條問題 其實做這個Corn Fit 我知道是油浸的 會否很油? 你知道我們女士很害怕 擔心太油膩嗎 這樣就不會 其實我們浸油和焗 會把肉汁都抹出來 即是把肥油撕出來? 撕出來 反而就不肥了? 其實不肥的 油,焗完之後 你吃了肉,不發難 油沒有扔,千萬不要扔 因為我們炒菜很好吃 拿豬油來炒菜? 對 今天我們用到肉的部位 就是五花腩 不過做Corn Fit 選擇五花腩的時候 都有很多東西要特別注意 你摸一下那些肉,不要那麼軟 有些彈性 對,肉有彈性,而且比較紅 紅,鮮紅的 而且那些肥… 分布 對,50%是肥,50%是肉 不斷吃才好吃 最重要是半肥瘦,對嗎? 對… 這個五花腩很漂亮 現在你手上拿著這些東西 對,現在我們這樣做 叫做Coring Coring,就是鹽葉的意思 除了調味方法外 更是古代人保存肉類的方法 Coring,就是鹽,拿鹽來… Basin,拿鹽來醃製 Coring,把它擠小水分出來 去掉水分 逼水分出來 是的 這就是一個方法 人家做Bagan也是這樣做的 是 你放這些是甚麼來的 這些香 這個… 這個… 這是西蘇 這是黑胡椒 這是黑胡椒 這是紅蘿蔔 要醃多久? 是否很快就可以了? 還是要… 不行 最小限度要兩天至三天 是 首先要有一個… 大一點 黏一點點 是 第一,它不黏底 第二,你… 方便清洗 是的 有學習的 原本我們法國式的這道菜 就是德康菲 它是用本身鴨的油 即是油風鴨 是嗎 本身是用… 本身是用牛風鴨 今天就做油風豬了 是的 即是可以用豬油 應該是用豬油 但豬油很難找 所以用生油 生油也可以 現在要浸多少 第一,你又要放皮向下 在底部 是 然後你大概1.5L 或者可能你的保存 會小一點 可以需要少一點油 但最重要是否要浸過 總之下過它的表面 為何剛才皮要反過來擺放呢 有原因嗎 有 讓肉上面軟一點 然後下面那裡 讓皮硬一點 底部就會硬一點 我們經常用的石紙 就有分硬面和瓦面 究竟哪一邊才應該要向出呢 不是硬放在外面或是放在裡面 硬的方便 如果是這樣,就是要把熱烈放進去 然後放不硬的方便 就會把熱烈彈出來 出來 就是保持溫暖 所以你要留意 別人煮的火雞 用這些來蓋 為何要煮熱烈的 就是放在蓋子上 太多熱氣進去 對 但我們現在需要多點熱氣進去 對 那我們就反過來 焗爐開剩350度 350度 對 最好放在中間的一層 是否不會太熱 又不會太熱 對,焗得均勻一點 350度 焗多久 2個半小時 2個半小時 每個星期 我都會在廚房裡有不同的職位 這個星期,我就是做三廚 在廚房裡 我只會專注其中一個菜菜 這次所有蔬菜都給我做 很快就回來了 我在第三集的時候 現在已經變成三廚了 是否很厲害 恭喜你 謝謝… 謝謝我爸爸,謝謝我媽媽 我做了這行業這麼久 你最快就升得最快 我會負責煮薯仔 紅蘿蔔和紅菜頭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好嗎 好,那就紅蘿蔔 處理紅蘿蔔 我煮這個,你煮這個,好嗎 好 我把它刨掉 好 可以了嗎 好,拿把刀子… 切短了這裡一點 剩下一點嗎 是,這樣切就不專業 別讓人看到,三槌是這樣的 然後刮在這裡一點 讓它乾淨、綺麗一點 刮一點 尖… 尖… 扔回頭 扔回頭 不斷切 糟糕了,弄得這麼難去 怎麼做三槌 真的 然後這裡有一點黑黑的 乾淨 這些不靚仔 不靚仔 你教過我的 不靚仔 對 那我就撩回來了 是吧 好了 好,現在要切蔥 切蔥 向前推 對 推軟一點 好,這些 對 紅菜頭 現在很健康 大家喜歡吃 對… 其實很少看到整棵 買回來後 都沒有了這部分 還有這條 我提議,如果你買這些 你買… 有了這個蔥菜 對,有了這個蔥菜 為甚麼呢 待會我教你 這部分可以炒你吃 也可以吃 為甚麼要處理它 還有這個框 是否切了它 沒有…沒有切過框 那個框很重要 很多人都不知道,不覺得 喜歡切掉它 對,因為我覺得凸出來了 對,因為你切掉它 待會煮光的時候 全部營養的汁在裡面 都會走出來 所以這個等於封起來 封起來 這樣就切短了一點 我還是用這個方法 這樣就切了這個框一點 因為太硬了 太硬了 是這樣 我還是不知道 切了框,真的很好吃 所以我現在可以 放一些紅菜頭進去煮 我可以這樣刨 刨掉它 簡單來刨掉它 切了頭 刨掉它 是 薯仔 你幫我切片,好嗎 切片,好 切片 我不會吃手指的 切片 有起泡了 對,一點點 差不多了 現在是否先把紅蔥 對 爆上去 爆上去 好 慢慢放進去 紅蔥頭很厲害 一放進去 馬上就有很香 對 味道很甜 對,就這樣 對 現在就放薯仔了 好,那我整個放進去 對,慢慢來 慢慢來 放薯仔,向那邊放 不要向那邊 因為油會彈 這樣呢 對 好 然後盡量分開 是 我幫你幫我用手 你幫我嗎 好 包鑊 但你說的油 剛才不是拿了油浸的五花腩 其實可否把油放進去 可以 切了嗎 可以,多放一點 放這樣嗎 半斤 半斤 很棒 好吃 好吃 對 原來你大膽了 最後加蔥 對,然後加鹽 加少許吧 對 加點鹽 加鹽這東西要扭一下扭一下 對了 夠了 好 對了 對了 一塊牛油 放進去 兜夠了嗎 對了 放在那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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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現在讓我教你做汁了 好… 再加點紅蔥頭 是 放點酒進去 法國草好像真的很喜歡放點酒 是, 不喜歡 我想待會一定要加糖 是 再加橙汁, 為何會加橙汁 這個醬汁 讓它調味, 讓它有一點酸 酸的味道 讓它配合五花腩 就不會覺得太肥膩了 讓它煮一會兒 煮好五花腩之後 我們會把它切成四方形 然後再煎香 有一點牛油 要幫助你做皮的方便會脆 讓它煎香一點 也會像乳豬一樣 反轉煎 聽到了嗎 聽到了, 聽到了 聽到嗎 聽到嗎 是的 這樣就完成了 金黃色 燒豬 燒豬 是的 我覺得今天的五花腩是很應節的 因為它可以說是家肥屋潤的表表者 因為它很有層次 可以整個家人一起 有些人比較肥, 有些人比較瘦 我家裡也可以屬於肥的代表 但是才可以令條和得很困難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覺得這個醬汁很棒 因為有帶橙汁的味道 有點酸酸的 配合之後, 我很喜歡吃 我很多人在用心 我不是說 我去吃 那天的 我來的 因為原來的 而且她在一家老婆 現在總之不如說 它是不太少 這個五花腩 很辛苦 因為我今天做三槌 我覺得有點辛苦 對,所以我知道你經歷了很多 才能做到這個總廚 不如我們一邊試吃,一邊聊吧 好 因為我已經急不及待 我發覺這個五花腩 剛才你煎一煎香了 它的表面很棒 而且裡面的肉的分布 真的剛剛一層一層五花腩 這個醬汁有少許橙汁 我覺得肉沒有那麼肥 剛剛好 對 其實肥肉差不多是出色 只要是皮 我看到這裡的配菜 也有加入很多不同的顏色 色香味俱全,對嗎 對 還有顏色是創造的 好像一幅畫、一個畫家 是 會配合的顏色 所以不簡單 但我看到這裡還有一塊花 我可以吃 可以吃嗎?是否只放在這裡 不是 真的嗎?我試試吧 法國餐有一樣東西 如果不能吃進口的話 不可以放上碟 有點像在吃菜 但有些花的香味 花的香味有一點甜甜的味道 我今天試了五花腩 很棒、很滑 而且旁邊這裡 我也是第一次嘗試 就是有紅菜頭 那些葉我不知道可以吃 可以這樣炒你吃嗎 葉子可以吃山 很多時候在外面 超級時尚 買的沙拉也會有在裡面 嗯 很嫩 可能剛才撕掉的 更加嫩 而且很清甜 這麼大的薯仔 你預計它12分鐘、10分鐘 嗯嗯 大概10分鐘 對嗎? 你咬下去有點脆脆的 脆脆脆的 但我想要拿捏 熟和不熟的程度 有點難 因為我擔心它… 我有教你用一句眼睛 可以感覺到 你感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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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便是對的 真的是你教我 教得好的 謝謝你 不如繼續吃吧 不要停手了 只有我吃 你聰明的 對,一起吃吧 首先我覺得 我可以這麼快升到三槌 簡直是一個奇蹟中的奇蹟 因為我有很多東西 都是學不成功的 首先,切蔥 我進步了一點點 我發覺應該要回家練習多一點 我覺得我今天 最做得不好的地方 就是在刨紅蘿蔔的時候 刨著刨著 剩下的那麼少 可能又要再買 所以真的太曬 不過幸好我後來聰明 想起其實炒薯仔的時候 可以用本身的油 用來醃五花腩的油 所以柱子就讚我 但我也覺得 廚師其實很艱辛 因為他需要 從學徒開始 很久才能升到三槌 三槌都是用來煮菜 煮菜 你猜,很難才能升到大廚 好,很難才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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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力新年 不吃煎炸東西 又怎算是龍力新年 讓我介紹給你認識 今個星期的參賽者 我們有Vincent 聽他介紹今天煮甚麼菜式 今天我們要煮的菜式 叫做神秘一口豬 神秘一口豬 為何這麼神秘呢 為何這麼神秘呢 因為稍後豬扒裡面 我會放些東西進去 有些一齒蘇葉 或者叫做 sesame leaf 是不是跟一隻日本的 Chef 你說好像很接近 是,日本有種的 它反而是綠一點 另一半一點 而且摸一層沒有那麼多霧 好,現在開動了 怎樣做呢 我們首先用抹手指 現在印去 我特意買這隻沒有骨的豬扒 因為它的厚度 是有那麼上眼厚的 千萬不要切斷 做到像一個鵝包一樣 好像一個小洞 然後因為時間關係 我已經將葉子剪碎了 不用太大塊 細細塊 把它捲起來像煙絲一樣 然後放進豬扒裡 之後用少許黑椒 用少許鹽 已經準備了一把蜂蜜的剪刀 差不多一塊沒有骨的豬扒 這個大小就可以做四塊 然後我們將它上去麵粉 每一塊 上完麵粉之後 然後我會上蛋漿 然後用麵包糠 有些人喜歡蛋 混合牛奶 讓它稀粉一點 是 然後過了蛋 用麵包糠 然後有些人喜歡做兩次 過兩次是嗎 過兩次 過兩次 第二次你不需要用粉 我們今天來看表演 不是的 我想今天吃未吃 是嗎 看表演和試吃 兩次都好 現在要先開火 要多熱才可以炸 最好是去到160度 放甚麼 我們要靠這支雷射筋 160度 我們可以將豬扒 把豬扒放進去炸 哇 分幾小時差不多 到時又可以轉過去 是嗎 對 現在看到底部開始金黃色 就反轉了 反轉了 真是金黃色 而且可以把火加小一點 然後把豬扒放進去 對 箱子組 放進去 這支筋 肉粽在表面 是 把豬扒放進去 一個步驟 就是把 切碎的芝蔽葉 把它撒在 放在表面 放進去 這個鋁 asc 讓我猜一下這個secret的醬汁是甚麼 破你的神秘一口珠 好啊 我聞一下吧 我聞一下,我可不如猜一下有甚麼 你聞才猜到 我第一次已經聞到的是茄汁醬 我有聞到茄汁醬 我感覺到有茄汁醬 是,你猜到的樣子 我很喜歡這個擺法,有一個小筷子 這樣放在上面,我覺得很漂亮 我覺得這個真的把醬汁包在裡面 變成了豬肉很清潔 炸得很溫度 剛好又不生又不太熟 有時候很怕會很粗糙 而且有些紫蘇的味道 出來了,很香 但我反而自己覺得,肉鬆太多 有些腸了少許豬肉的味道 但這個醬汁很棒 因為它酸酸的 我覺得要再加多一點 OK 就滋涼了 對,我覺得它可以中和到豬肉 有時候可能吃得多會怕太油 即是肥膩 我感覺這個醬汁,你會想得很細心 炸的豬扒 吃下去很適合,很脆 而且你炸得很好 裡面還很滑 很多肉濕 可能我感覺到,下次你做 要切差不多一半 而且我感覺你用這些葉太多了 很滑 其實你放在這裡,感覺到很溫柔 OK 而且別人吃都不知道怎樣吃 你一咬的話,就會掉下來 OK 這個醬汁我覺得是加分的 我自己很喜歡 謝謝你 我覺得有茄汁醬 有Mayonnaise 還有什麼? 還有檸檬汁 檸檬汁 還有蕨汁 蕨汁 都是酸酸的味道 我覺得很棒 我會放少許,因為我喜歡吃 我會放少許,如果你想做 原來有一個醬汁 日本的鐵板燒 它有三個醬汁 有一個是紅色的醬汁 是茄汁 那個醬汁跟這個就適合 完美 因為這裡你炸的東西 還有你吃的Mayonnaise Base 可能會漏了一點 但你用那個醬汁 那個醬汁配這個就最適合了 完美了 完美了 我感覺到 但我自己也很喜歡這個醬汁 Chef 給它的整潔度有三分 創意三分 味道方面有兩分半 至於我 給它的賣相也有四分 自信方面有三分半 至於味道 我覺得也有三分半 所以它得到的總分 就是十九分半 豬扒炸得很美 好 相當好 你這麼快就吃光了? 對呀 在你說那麼多話的時候 我當然就吃光了 我一會兒還可以吃多幾件 下星期我們會煮一道菜 靈感就是來自越南粉 Chef 更加會教我 如何擺碟 令到碟菜可以色香味俱全 滅滿了 我們在山下的山子 那些人 都會發生 成全文 碟菜 滅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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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滅滿的 滅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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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滅滿的 滅滿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